IT全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 Super系列显卡陆续发布之后 NVIDIA图灵家族产品线已经相当丰满 但是根据爆料 目前还有至少两款新卡正在规划之中 首先是GTX1660 Super 显然是GTX1660的升级版 一确认它会和GTX1660一样 维持在1408个流处理器 但是显存从8GHz GDDR5升级到14GHz GDDR6 甚至有可能超过GTX1660Ti 达到RTX20系列的水准 而容量可能继续维持192倍的6GB 1660Ti目前售价多在2000至2500元之间 1660则普遍在1500至2000元范围内 1660Super预计会在接近2000元的价位上 1660有望在一定程度上降价让路 其次是GTX1650Ti 不过其具体规格目前仍无确切消息 1650配备了896个流处理器 1650Ti很可能会增加到1024个或1152个 128bit 4GB 8GHz GDDR5则或许不变 1650目前主要覆盖1000至1300元价位段 向上和GTX1660之间还有一定空档 1650Ti正是为此而来 从竞争态势看 AMD在发布了RX5700系列之后 NAVI14小核心的新卡也在提速 或将命名为RX5600系列 GTX1660Super GTX1650Ti的到来 显然也是Invidia的提前布局 我还能说什么精准投放了解一下